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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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鳳焦一直在做的事情 不只是說讓紙張 讓大家多去使用 而是我覺得它傳遞的 更深入的一個價值是 它可以怎麼樣去改變 一個人的生活型態 或者是它的氣質 其實紙張它本身非常的輕盈 所以它可以帶給人一種 很柔性的力量 雖然它看起來是脆弱的 可是當它量化 或者是它變成了另外一種 跟空間融合的樣子的時候 它是可以非常的堅韌的 應該說作為廚師 我們可以理解到 我們想要傳達的事物 應該不只是在我們的料理上面 而是透過料理傳達 關於土地所存在的文化 透過食材去詮釋 所以在島嶼內我們可以透過食材 帶大家在餐桌上面 發現台灣的各地的精彩 我想這是一個廚師 最終他可以做到 或者需要去做到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布塔它在它任何設計上面 都會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底韻 這個底韻是它都是回到 它使用的材質本身 那這些事情其實我們對紙張的感受也是一樣的 把很複雜的工藝 然後做成很熟練的線條 並且讓大家感到很舒服 我想這也是我們在料理上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所以這個是我想我們跟布塔 最大的一個共鳴 就是因為它的樸實跟它的俐落 我會更想要去襯托它的精彩 我會更想要去襯托它的精彩 我會更想要去襯托它的精彩